新的主播高鐵票價可能在調整 根據交通部新核定的基本費率 每人每公里從4.134元 調漲到4.313元 是四年來首度上調 若依據最新公告的基本費率計算 台北到高雄單程票價 將從現在的1490元 調漲140元到1630元 漲幅大約9.3% 面對漲價消息 高鐵公司回應 票價是否調整 將由經理部門依照相關規定 考量內部的營運成本 社會經濟環境 市場競爭以及供需狀況等 進行整體評估後 在郊遊董事會討論決定 高鐵自2007年 營運至今15年 是許多民眾難來北往的交通首選 只有在2013年10月調漲過票價 但在2015年財務改革後 當年12月降回調漲前的價格 並一直持續到現在 交通部時隔4年 再度調高基本費率 會不會因此調高票價 成為市場的關注焦點 以上最新主播